那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如何实现客服中心全云音自动化的研讨会就正式开始 那我这边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者跟嘉宾 那先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CISO AI的CEO跟共同创办人姚旭成 那以及是现在目前在讲话的 我本人是CISO AI的产品经理 那我是丽亚黄 那我们右边第一位要跟各位介绍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我们来自推流亚洲区客服中心的主要销售Eric 那Eric在客服中心这块有丰富二十几年的销售经验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出海企业要怎么样去实作我们的云端客服呼叫中心的话 都可以在稍后的问答过程中去请教Eric 那另外要跟各位介绍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 李样是来自推流亚洲区联盟伙伴接领的Maxime 那Maxime今天呢今天今天稍有事就是不客出席 所以这边的话就还是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之后如果关于出海系列有任何疑问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群租里面跟Maxime这边去做跟其他的交流 好那这边跟各位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联讨会的流程 我们首先会先在Twilio跟CISO一边先稍跟各位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有新朋友可能对Twilio跟CISO没有这么的熟悉 我们会先跟大家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背景 还有我们的产品 那接下来的话会有我这边跟各位介绍我们CISO AI所开发的 云端呼叫中心解决方案跟今天的重点智能语音 以及就是后续的功能展示 还有最后会有5到10分钟跟各位做一个现场听问 跟线上交流的部分 那一样如果大家就是现在手上有拿着手机的话 就可以一样进行扫码入情 那或许我们关于出海 企业的一些最新资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来自Twilio的Eric Lowe为我们就是做介绍 那Eric这边就麻烦你谢谢 好谢谢利亚 很高兴今天在线上跟大家见面 那我是Eric Lowe来自Twilio新加坡的 现在我就跟你简单的做一个公司介绍 Twilio是一个在2016年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它是一个全球云通信级SaaS领袖级的服务商 那Twilio目前是Twilio最大的互联网云通信服务商 是专注于提供通信SaaS开放的CPaaS平台 就是说我们就是提供给开发者通信的API 很容易的给业务去implement一些communication 透过我们的API 还有一些Customer Engagement Platform的一些功能 那目前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 拥有一千万个开发者 在企业用户方面 目前是超过26万 这么多 下一页 那今天我所跟SeaSaaS要主打的谈的 就是介绍这个产品叫做Triloflex Triloflex是一个多渠道完全可编程的云端客服中心平台 那最吸引人的呢 其实有最重要的那三点 就是built-in omni channel 就是多渠道沟通 另外一个就是comprehensive analytics 就是客服综合分析 那方面做得很强 是因为他全部都取到呢 都做一个平台去管理 变成这个方法就很容易去做一些report 那至于第三个就是 他是完全可编程的嘛 就是说在业务在开发者 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就是不需要等原厂去支持每一项功能 那每个企业在出海做的业务也不同 流程也不同 所以这方面来讲是可以帮助出海企业 得到很满意的客服体验 那这张图呢 就简单的跟你介绍 就是在左手边 我们叫做native channel 就是说这些渠道全部已经打通了 就是随时你们要用语音方面来讲 就是全球超过100个国家 我们都有当地的一些电话号码 就是变成说你们的企业在不同的国家 无论是呼入或者呼出 都是有一个local的一个品牌的一种 experience 那至于出海企业讲很多也是 就是说digital native 他们也可以透过他们的那个in apps的那个APP 来透过语音来跟顾客联系 这个是帮助好多好多顾客的 就是不用他们花钱去打一个国际电话 那在简讯那方面来讲 是支持2-way的SMS 那至于网上聊天 我们也支持APP的version 或者是web-based的体验 那至于在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这些在国外呢 是很普遍的 所以这些渠道呢 已经是打通了 基本上你在一天里面 就可以搭上这个整个云端客服中心平台 透过这种不同的渠道 那你看到在国外来讲 比如说日本 台湾 甚至泰国 他们就是可能用line的比较多 在一些国家 比如说菲律宾就用很多vible 韩国就是Kakaotalk 那在于 You know Crypto啊 或者一些游戏端 Discord是很普遍的 所以这些全部的渠道呢 都有办法带进我们这个云端客服中心平台 那至于每一个 请求进到我们的平台呢 都可以透过一个叫做 智能化的一个机器人 无论它是一个语音的IVR 或者是一个文字的Bot 这些都有办法在上面搭建 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去回复顾客的疑问呢 而不需要等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客服 甚至它是支持24小时的一个Service 那接下来就是多渠道和任务的分配引擎呢 也透过这个方式去拍发这些多渠道的 那比如说在技术方面啊 营销或者在财务那方面 就是透过这个分配引擎 有办法分配到最适合的一个客服 去回答顾客的疑问 那至于在agent的那个作息端呢 是蛮灵活的 它可以透过好多不同的方式 去帮助企业 在出海那方面来讲 去完成他们的那个客服的一个体验 针对agent端 那至于最后一个 它是一个全渠道的一个平台 所以在analytic方面来讲 它有一个实时的报表 甚至一些historical report 也可以给业务啊 或者开发者去开发新的不同的报表 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那接下来的话 我也是简单的就是samurai 刚才我所讲的就是下面的 那层native channels全部已经打通了 就是马上可以去使用 那虽然我讲这个是一个能完全能 开发或者去design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在出海那方面 有新的一些process 他们可以当天就可以 同一天就可以实施了 为什么呢 这个平台呢 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out of the box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语音啊 那刚才我所介绍的全部可以在同一天里面搭建好 去很快速的部署 你们所需要的一些客服中心的一些流程 那今天主打的就是在红色的那个level 就是说透过我们的全球的不同的合作伙伴 那今天我就很高兴的有就是参加了这个seesort的研讨会 那在上一期他们也做了一个webinar 就是透过公单系统 是一个插件到我们的这个flex的平台 那今天呢要讲的这个网络研讨会呢 是透过语音智能化 所以这些还有好多好多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 可以就是implement的一些一些plugin 插件到我们的flex平台中 去帮助企业出海 那接下来呢我就介绍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 seesort.ai的CEO姚旭成 来做一个公司介绍 好谢谢Eric 我们今天有很多很不错的demo 应该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 所以今天非常的非常的兴奋 我就长话短说 seesort.ai设立于总部设立西雅图 我们是2020年1月份成立的 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壮大的有20多个人 然后我们在这个台北有一家买大的办公室 主要是针对出海的企业 不管是你想出海的东南亚 还是想到美国来 我们这边都有一些本地市区 然后本地的人去做各种各样的支持 我们的公司 今天我的CTO陈果果也在 很多时候我们在今天看到语音识别 这个情感识别什么的这些 都是我们的那个语音团队的杰作 所以这是我们整个seesort.ai的一个介绍 我们跟推六一直在从去年开始合作 然后现在已经成为推六的金牌合作伙伴了 就是在应该是在推六在北亚和东亚地区 这个最大的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大家有任何有出海设置这个呼叫中心的需求 不管你是内呼外呼客服还是这个去做b-step 都可以完全的是找到Eric这边 或者是找到我这边 我们都可以帮您把帮您把您的这个呼叫中心 去做起来 然后要谈到就是整个seesort.ai的我们的自动化的呼叫中心 它解决的痛点是什么 主要是大家出海企业需要在其他国家 然后去雇佣 雇佣好多人 然后还要去架设一个不同的软件 还要在另一个时区里面去操作 而且还要在本地去购买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 什么的 我刚刚说的这些痛点 其实在我们前边三期的webinar里面 全部都已经讲过了 今天主要是讲最后 成本加上效率怎么样去实现自动化的这一个东西 因为你在远程顾虑一些客服 他们工作的到底是怎么样子 他们每一通电话里面 到底哪些电话有好还是有坏 不只是一个用一个客户满意度调查就能够解决的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想去看一看说 OK我如果不去每一通电话都去听的话 我能不能快速的过一遍 然后由系统自动给你给出来说 OK有哪一些agent 然后他最近的表现不太好 有哪一些客户 他就是特别麻烦 什么的这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去解决 这是今天主要代表的主要的内容 再简单的说一下 C-SELT AI的产品线 我们一开始是 我们是搭建于整个的推流平台 我们软件方面有两个服务 一个叫C-Meet 就是主要是跟语音智能相关 C-X就是以前三次都代表过的 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的产品 以前大部时候大家都在用C-X这个产品 今天主要给大家演示的就是C-Meet 怎么样要通过我们的语音智能去监控 并去帮助我们的客服日元去做一个更好的服务 而底层所有的AI能力都是来自于C-Suite C-Suite的实际上是既在公有语音上 也是在C-5语音上可以去部署 我们有一整套的语音对话 还有NLP的服务 就是为了能够 不管您的企业是e-commerce 还是Fintech 我们都能够做很好的支持 然后最后一页 实际上是给技术人看的 就是C-Suite的AI和Twitter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实现的 大家能够看到说中间的红色的圆圈 大部分都是从Twitter的 因为Twitter的理念一直说 一个好的呼叫中心 必须是要被自己去客制化 然后去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说去买的 因为每家企业都不太一样 所以基于Twitter的这一个 整个的PASS层 我们在上面就搭了一层SaaS层 这个绿的方面都是跟C-Suite的AI C-Suite的AI去提供的 不管是跟自动化相关 还是跟日常应用的软件相关 我们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案 然后因为我们在很多国家 很多市场都已经部署了 所以这套软件还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能够帮您快速的去上线 整个的呼叫中心 我们以前讲过快速上线的事情 今天主要是讲 我的呼叫中心上线了之后 到底怎么样去处理客服 客速 然后去监控客服 然后去给他们去各种各样的 每一个通话的质量 都进行打算什么的 今天主要是讲的是解决 那么下一边我就想有请Lia 去来帮忙讲一下 我们的呼叫中心的洞察 这个方面好不好 谢谢 谢谢续诚跟Eric 那这边的话 我就开始跟各位介绍 我们CISO AI的云端呼叫中心 解决方案跟智能语音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的姚总 这边也有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客服中心 要怎么样去评断 我们客服系统 或者是客服团队的成效 大家一般可能比较习惯听到的 可能包含是我们可以去看动画时间 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发送可能简讯 或者是语音的一些就是CISO AI客服满意度的评分 那如此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评断方式 可能在某些时候其实是不足以提供资讯给我们的管理阶层去做一个评断的 那这边我们今天主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搭建在我们CIS上面的云端呼叫中心的解决方案的另外一个产品 智能语音产品叫SIMIT 那我们今天有比较老朋友还有就是新朋友 所以我这边就还是先跟各位稍微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CIS的产品 我们CIS的产品是一个云端呼叫中心搭建在Flash上面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包含是最基本的云端客服中心功能接线外呼转接 以及就是完整通话介入录音 还有更进阶的是一些原声报表 智能语音甚至是罐头讯息等等 呼叫中心的解决方案 那这一套解决方案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提供我们出海企业 一个基本的云端呼叫中心的使用系统 那我们右半部这边呢 就是我们针对出海企业希望可以去降低成本 提升管理效率这部分 去开发的另一个智能语音产品 他可以做的事情是 包含他可以去自动辨认我们每一通通话 或者是文字讯息的阻止 以及接通电话里面我们需要采取的动作 那再来的话是可以去自动产生对话的摘要 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去帮助我们的管理阶层 他们不需要每一通语音都花时间从头到尾听完 或者是文字讯息需要把对话完整看完 再自己去看我们的这一通电话 到底是关于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的话就是透过我们CMIT的产品 可以去产生对话的摘要 那再来第三个是相对更深入 关于就是对话跟文字的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依照就是客服人员 以及是顾客他们说话的方式 或者是他们说话的语调 去做一个情感的分析 再做相对应的比较 那这部分的话 特别是关于就是远程管理这一块 其实对于管理阶层 他们是相当有帮助的 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分析内容 去知道我们现在整个管理 现在整个团队的状况是不是有符合预期 或者是现在团队其实有出现那些问题 我们必须要及时的采取一些动作 那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以上这些东西 我们都有一份完整的报表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管理客服团队 去提供参考跟复盘 那这部分我们CX加上我们CMIT这个产品 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去完善 洞察客服中心的一个服务表现 那接下来我就直接就是进到我们的功能展示 那请大家稍后一下 好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是我们CX搭建在Flash上面的客服中心的前台 那我这边就一样先带各位先简单看一下 我们一些云章客服中心重要的一些功能 那第一个给大家看高的功能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页面上 可以列出就是所有客服人员的一个人员列表 那我这边提一下刚刚Eric所提到的一个 透过就是任务自动分配 透过技能可以去自动分配给任务 到我们相对应的客服 那这部分都在这个页面上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设置 例如说今天我们服务的国家是在西班牙语国家 那只有当有拥有就是西班牙语这个技能的客服人员 我们所进线的电话 才会就是进到这个客服人员身上 去做到一个就是自动分配任务的一个管理 那接下来我开始介绍几个 在我们管理阶层客服中心的一些设置 包含是第一个要跟各位介绍 老师特别是在出海企业上 我们很非常需要就是在各个地方 去设定一个不同的时区 以便去做营业时间的一个管理 那这边大家目前所看到的这个营业时间的管理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个热线 可以去设定不同的时区 那在不同的时区上呢 可以去根据这些时区 去设定一个国定 国定假日的一个设置 那以及是我们营业时段的一个设定 从周一到周六 如果我们是周周二日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可以就是简单的去做一个就是管理 那如果是在一些特殊时段 例如是我们有特殊国定假日 其实是需要上班的 我们在就是特殊时段的一个设定 都可以就是很快的在一个页面上 去进行不同时区 不同热线的营业时间管理 那再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第二个功能是在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录音的一个录音的 通话录音的一个管理 那通话录音的一个管理 特别是在现在目前全球 越来对于就是隐私这块 有一些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个管制 那我们每一通通话录音之前 都需要跟客户这边去做一些 就是提示跟提醒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一样是可以针对不同的热线 去做一个录音开启的一个管理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会有一样有两个功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企业去做设置 一个是透过就是TTS文字转语音 我们支援24个国家的语言 可以就是轻松的直接将文字 我们会透过TTS的 博物自动就是转成语音 那就是在通话接起之前 我们就会我们通话接起之后 我们就会自动播放这种语音 通知我们的客户 那或者是可以透过就是 自定化可能 客户企业 企业对于自己的企业形象 有一些特殊规范或要求 一样就是可以透过上传 就是音档的方式去进行 我们就是录音提示的一个规划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第三个功能 一样是可以提 主要是要来提升我们客服团队工作的一个效率 是自动接听通话 自动接听通话指的意思是 当我们的有新的任务进来 那我们就是透过自动分配任务的一个 背后系统的一个操作 我们的客服人员不再需要一通一通电话 去自行点击接听 他可以自动就是每一通 上一个任务结束之后 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推送 并帮客服人员接起来自下一通电话 去提升我们整个客服团队工作的效率 那再来最后一个跟各位介绍 我们的客服中心的一个功能 一样是帮助我们客服人员可以去提升工作效率 这部分的话是所谓罐头讯息的管理 我们可以透过文字讯息去下简单的一个 短程式的一个就是短文字的一个输入 我们就可以带出就是您想要对应的一些罐头讯息 这部分的话就帮助我们的客服人员在前台服务 客户时不需要就是强篇大论的手自己打字 还有可能发生过打错字 或者是就是回答不错 回答有疑异的一个状况 去确保说我们整个对外的服务品质是一致的 那以上是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CX产品的 CS产品的一个功能介绍 那接下来我要带各位看的是我们CMIC 也就是智能语音这部分的一个功能展示 那这部分的话就有请我们的我们的姚旭成 我们的共同创办人就是现场打一通电话进来 那我这边就会进行就是我们CMIC功能的一个展示 那就再麻烦续成谢谢 OK 我这边打电话的时候 我的腾讯会议是静音的对不对 对 OK Lia你是能够确定就是 你那边是给大家分享了你的音频 对不对 有我这边有 OK好 好的那我来打吧 先把自己静音了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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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稍等一下 好来了 已经接到以内面去了 好 我開始就是進行我們心靈的一個 OK 我就開始進行我們智能語音的一個就是功能介紹 Hi, this is Leah with Pineapple Wallet. How can I help you? Hi, this is Leah with Pineapple Wallet.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Oh yeah, you can. I ordered the wallet from your door and the box showed up empty. I'm so sorry about that. Let me pull out that order real quick so I can get you some help. What's the order number? It's 57725. I just can't believe this. It was my sister's birthday present. And now I have to show up tomorrow empty-handed. I do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Give me one moment to pull this up. Hello, are you still there?Yes, sorry. I'm just pulling the order here. Yeah, please do a job.Oh, okay. I can see the order here and that the package has been delivered. Yes, obviously, but not the wallet.Yes, I understand. So what I can do is send you a replacement for the missing wallet. No, that won't do.I need it tomorrow.I should have ordered from Waterman Wallet. Or I can send you a gift card so you can take to one of our store to pick up a replacement in person. That would work.There's a store near my sister's place.Great.So I just need your email and I can send that right over. Okay.Oh my gosh.Thank you so much.I'm so sorry.I've just been super stressed over this.No problem. You've absolutely saved me.Thank you.Okay.My email address is kim at gmail.com. Great.I will send that email gift card now.Thank you.Goodbye. Thank you.Thank you. 好的,那這邊先跟各位就是稍微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邊剛剛各位所看到的我們的Live Transcription 這邊的話是可以根據我們的對話去做一個實時的一個語音轉錄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從客戶打電話進來跟我們的CX的智能機器人去做一個對話 同時它就開始進行一個紀錄 那這邊的話是可以支援就是英文跟中文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針對出海企業 我們就是用信用英文跟各位做一個就是功能展示 那這個實時的語音實時的語音功能展示呢 它在我們的第二個離線的部分 它可以根據每一個對話去進行一個通話錄音 那我這邊先找一個比較稍微長一點的句子給各位看一下 它實際上會去怎麼操作 嗨,這是Lia 跟Pine Wireless 那這部分的話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每一個對話 都會有進行就是我們自動錄製語音 那這邊的話有可能就是在一些不同地區的一些口音 在辨認上如果有一些特殊狀況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就是手動方式去更正這樣子的一個語音 去進行一個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我們第一個就是右半部這一塊 perception 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第一個是關於就是這一通電話 我們去根據它的內容跟所一些用詞 去自動就是辨認出一個一些就是關鍵字 那這部分的話是幫助未來我們的管理階層 他們可以去透過這樣子一個關鍵字 去快速的去搜索出相對應 具有同樣主題關鍵字的對話 去進行統一性的一個review 例如說剛剛所提到一個狀況 可能是有我們的皮夹 就是在運送過程中消失了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一個就是最重要的一個主題 我們就可以幫他就是做一個打工 或者是在我們內部的一些特殊狀況 我們可以去進行就是手動去新增一個這個主題 一樣都是可以進行 都可以去進行一個編輯的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謂剛剛所知道的 就是在對話內容中 我們可以去自動截取一些要採取動作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顧客想要就是東西是希望明天就可以到達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客服人員 會寄送一封根據就是顧客的要求 我們會寄送一封就是郵件 那這部分的話都是我們根據對話裡面 我們的Cmeat去自動就是辨認去產生的一些內容 那再來第三個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關於就是分析報表的部分 那分析報表的部分 它的內容相對就比較多元 第一個也可以看到的事情 是他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整個 會議的一個時長是有3分鐘11秒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可以就是幫助我們的 我們幫助我們的管理階層去很快的知道 一整個通話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的話我們這一整個會議裡面參與的人員 我們一樣就是會做一個就是分析 例如說我們的顧客他的通話時間是占比是到 基本上是占多數 還有就是我們的智能機器人 以及我們的就是我們的客服人員服務的一個狀況 都可以就是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拆解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有所謂的通話 跟沉默時間的一個分析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以這通電話來說的話 我們的顧客他講話的時間是占多數 我們客服人員講話的時間是占少數 也就是代表我們的客服人員是以聆聽的狀況 作為一個就是作為一個主軸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有包括 就是我們語調的一個轉折 還有我們所使用的一個文字量 那再來接下來比較重要跟各位介紹的事情 是我們剛剛所提到可以去做一個情感跟情緒的一個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通將近三分半的一個時程裡面 我們的客服人員他的情緒 在這個狀況下 OK他是大部分是有可能包含一些就是比較中性 或者是有一點帶有就是憤怒情緒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的顧客從一開始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較有難過生氣 那到最後就是知道說我們會收到新的禮品卡 他的情緒就變成一個他說thank you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比較開心的一個語氣 那這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稍後會跟各位介紹以管理階層的角度 要怎麼樣去解析這些情緒 那再來第二是我們就是我們的情感部分 那情感的部分 他是以我們的用字簡詞作為去知道說 我們是屬於一篇正向還是這個對話是 都是以負面內容為主 那以剛剛這個對話來說 雖然他的情緒是在一開始有一些憤怒的狀況 但其實這個顧客跟我們的客服人員 他們的用字都是相對是很中性的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目前就是這通電話 裡面我們所帶有的就是對話傾向 基本上都是以這個灰色大家看到 就是以中性的狀況為主 那再來的話 我們這邊一樣另外一個特殊的一個解析 是在所謂的填補詞 那填補詞這個事情呢 基本上他是可以去幫助我們的管理階層 知道說我們客服人員的專業度到什麼程度 那什麼是所謂的填補詞呢 以英文來說的話 他就是大家目前看到 你左邊看到 他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嗯 壓 就是right這些 那如果這些東西放到中文裡面 我們在對話裡面很常會看到 我們在想事情 或者是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回應的時候 會有一些 然後大概我知道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填補詞 那填補詞的比例在通話過程中 如果是越 比例是過高的話 那這代表說就是在這個人 他的專業程度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這部分在填補詞的一個分析 也可以去幫助我們的管理階層 知道說我們的客服團隊 外服務客戶的時候 是不是經常去用到這些填補詞 去做一個就是對話的一個銜接 這是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接下來 最後我們看到的事情是我們在 我們這一通電話裡面 就是最常出現的一些關鍵字 我們會去自動做成一個就是文字語 那去根據他使用的一個狀況去做一個 就是排序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我們關於我們CMIT 智能語音解析 在我們客服前台裡面 會實際上客服前台這邊可以看到一些狀況 那還有一些包含是我們Summary的部分 他就可以直接看 只看到只顯示我們的對話摘要 那還有下半部這些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通話的一個一個簡介 他可以知道我們的參與者有哪一些人 還有就是我們的 被我們的一些重要的主題跟內容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去做呈現 那接下來我要主打給各位看到的是 我們CMIT在管理階層的角度 他可以怎麼樣去解析這些內容 好 那稍等一下我切換一下畫面 好 那大家現在目前看到這個頁面 就是我們管理者 可以看到我們CMIT智能語音的一個 最完整的一個語音列表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剛剛我跟姚總這邊的 進行的一個通話紀錄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點進去 就是可以看到我們的這一則通話 那我們最重點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的所謂的智能語音的一個儀表版 那儀表版點進去之後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上半部這邊是可以有一些快捷的日期 去做一個選擇 那我先選一個稍微就是這個時間 以昨天這個日期來講 好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現在目前給各位看到 第一個是就是我們通話的一個分析 通話的分析 大家看到上半部這邊 八個就是方形 我們第一個是可以看到 就是這段時間內 我們進行的所謂的通話 以及是剩下七個區塊裡面 我們著重在去關注我們客戶的 整個情緒跟情感的一個分析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我們剛剛所提到 就是我們的客戶的用字顯示 就是偏向負向正向 甚至是偏向中立的一個狀況 那下半部這個是我們最主要關注的 四個主要情感 包含是生氣 開心 難過 或者是中立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們的管理者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很短的一個時間內 我們一樣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我們服務的顧客 對於我們整個服務中心 他們的感受是什麼樣子 這其實對企業在經營一個產品 或者是經營一個就是企業形象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又頒布這塊的一個比例 這個比例的話 就是依照你選擇的日期區間 去做一個前後期的比較 那這部分是幫助我們的管理階層 他們可以知道說 如果某一段時間我們顧客 他們的憤怒情緒負面指標是非常高的 我們去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採取之後 我們的團隊是不是在服務狀況上 有進行一個就是改善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果是我現在以選擇 我們是以昨天日期為主 那現在目前它的一個比例上升 就是跟我們前一天的一個狀況 去做一個比較 去方便我們的管理階層 可以有一個前後的一個狀況去做一個分析 那下半部這邊呢 開始我們就是一樣是以一 主要是專注在就是情感跟情緒的智能語音分析 那這邊我們就是依照就是分區分成我們的客服團隊 跟我們就是我們所有的一個就是見現外戶的一個客戶 他們的一個情緒的一個狀況 那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我們的客服團隊其實就是在面對顧客的一些狀況 都是以就是正向的跟中立的方式去進行 去進行一個服務 那我們的顧客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用字跟就是詞彙都是以比較偏性的狀況為主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情感方面呢 就相對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的顧客打電話 我們顧客在進跟我們服務人員服務的狀況中 他們大部分感受到的情緒是難過甚至有點沮喪 那這部分的話就可能要回頭去搭配我們的填補詞 或者是我們的我們的客服人員的服務的一些通話 去知道說是不是我們的顧客 我們的顧客沒有在第一時間去收到相對應的幫助 需要重複的去 需要重複的去跟我們的客服人員去做溝通 而導致他們的情緒是大部分是落在一個 相對難過沮喪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最後一部分的話是我們 我們會自動提取在這段區間內最常被提到的一個 的一些關鍵主題 那這邊的話就是依照被提及的次數去做提取前20名 這部分的話就幫助我們的管理階層可以去知道說 我們的顧客或者是我們的客服人員 他們就是最常討論的話題是什麼 是不是有一些 例如特別是在可能以剛剛的展示功能來說 我們是以遺失的物品為主 那這部分如果非常經常被出現的話 就代表我們可能需要回頭去關注我們產品 甚至是物流的一個服務狀況 那再來第二個頁簽要帶各位看的是我們客服人員的一些深入分析 那這部分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會去針對每一個客服人員去做一個分析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以服務的通話數量 第一個我們會看到服務的通話數量 會把我們會依照每一個客服人員去做一個統計 再來第二個部分 這資料有一些些少沒關係 給大家看就是我們一樣是進行就是情緒的一個分析 那這部分的話大家可以看到一樣是有我們三大情緒 負向中立跟正向為主 那可以看到如果是以這個負向傾向來說 我們有兩位客服在這段期間內兩位客服人員 我們有一個平均值可以去做一個就是比較 那當就是這個特別是負面情緒 需要被特別關注的部分 如果超出了平均值 我們就會以就是醒目的顏色去提示我們的管理主管 知道說有客服人員現在目前有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需要去特別的舉行注意 那還有包含是中性跟正向的部分 一樣都會去做一個就是比例的一個呈現 再來第三部分是關於情緒的一個比較跟分析 那一樣就是跟剛剛各位看到的 我們會有四大情緒的一個狀況 包含是生氣、難過、沮喪或者是中性跟快樂 那一樣是特別在負面情緒的部分 我們都會做一個特別醒目 去讓我們的管理結成更好的關注 那再來第四部分 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所謂的通話時間跟沉默時間 通話時間指的事情是 我們的客服人員 他們在通話裡面的參與比例是什麼樣子 還是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以聆聽的角色為主 那為什麼這個指標對於我們的客服服務狀況也很重要 原因是因為根據研究顯示 我們特別是在銷售的客服團隊裡面 我們的客服人員說話跟聆聽的比例落在53比47 這個狀況針對就是產品的整個銷售轉換率是最好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們也要關注說我們的客服人員 到底是講話的時間多聽客戶的意見少 還是我們大部分時間是聽表達意見的時候少 這部分都是可以依照不同的客服企業的使用情境去做一個 就是更深入的一個分析跟了解 那右半部這邊是所謂的沉默時間 沉默時間指的是兩方 也就是我們的顧客跟客服人員同時都不說話的狀況 那這個狀況如果當然是比例過長 它其實就是也可能會造成問題 就是代表說這通電話打進來 經常都會有就是所謂死氣沉沉的狀況 那這部分就是客戶體驗一定相對來說 這個比例過高一定對客戶來講是不好的一個傾向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們一樣就是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去評估說 是不是我們顧客跟客服人員都經常在處於一個 互相等候的一個狀況 那這部分的話可以幫助去我們了解我們服務的一個效率 是不是有提升的一個空間 那以上是我們針對就是CX雲端客服呼叫中心 還有就是我們CMIT智能語音的一個功能介紹 那接下來讓我就是回到我們的簡報內容 那再跟各位做一個就是後續的一個 一個复盤跟我們統整的一個部分 那跟各位介紹的事情是 剛剛我有問各位一個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評斷客服系統 甚至是客服團隊的成效 那其實包含是大家房間一般常用的服務滿意度 跟我們的就是可能通話時常 通話內容回放錄音的一個方式之外 我們還有就是現在目前CMIT CMIT智能語音可以幫助 特別是在遠程管理下 可以去很快的知道我們去 在一個非常低成本的狀況 可以知道說我們的整個團隊成員 跟顧客的一些服務狀況 去提升我們整個工作的一個效率 那大家看到就是跟大家就是稍微 統整複習一下 這就是我們CMIT的產品 左半部這邊呢就是我們可以根據 文字或者是通話 都去做一個實時的一個文字的一個轉路 那以變後續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就是回放跟回看 那在我們的Persession的部分呢 會有就是自動截取對話主旨 自動截取就是對話裡面要採取的動作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可以去 根據對話內容去自動的產生一個分析的報表 包含是情緒情感 還有就是參與程度的一個標準 還有就是我們對話內容的一些摘要 這就是剛剛跟各位提到的 會有就是主題採取動作跟摘要 都是做一個自動語音的一個服務 那再來一樣就是剛剛提到的 會有就是記錄對話內文字 以及剛剛跟各位提到的就是 經常出現就是填充字啊 然後事實上所以這些東西 或者是相對就是複雜一些詞彙的構成 都會影響人們對於就是發言者 也就是我們的客服團隊 他的自信心跟他的能力的一些看法 會相對就是偏低 那再來的話一樣就是在我們所謂就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抓取就是對話的使用字的數量 原因是因為就是在對話內的一些文字 如果客服人員 他們經常使用一些否定字眼或者是語氣 那會造成就是我們這個對話 會往一樣就是往負面的方向走 例如是右邊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可以客服人員 如果他都是使用上面這種說法 例如他就說我沒有辦法提供您 他都是偏就是負面的一個否定字眼 那一樣同樣一句話 我們下半部就是偏正向的一個傾向 去讓我們的聆聽者是有更好的一個感受 他可以說我可以提供您的事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需要 CME這邊去自動抓取我們的對話 使用智慧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再來就是一樣是避免就是使用的詞彙 可以去幫助我們管理階層去分析的是 避免使用一些侮辱性 甚至是競爭比較的形態 去造成我們顧客就是在整個服務體驗上 是非常的差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這邊也可以就是做後續的 可能要怎麼知道說怎麼有沒有我們的客服團隊 有沒有達到所謂的積極聆聽的一個用字跟譴詞 這部分的話就是需要知道說我們客服團隊 有沒有辦法做到跟進跟釐清問題 也就是他們會需要就是做一些比較 跟進的一些使用詞彙 例如說他要很非常的明確 或者是他們要可以在適當的時期間去提出一些 就是銷售的一個機會的可能性的開發 這部分就是在對話內容 我們CMIT都可以去做一個就是擷取 那最後是跟各位介紹就是剛剛最後提到的是 談話時間跟沉默時間 那談話時間就是目的是了解在對話裡面人員 參與對話的一個狀況 那也就是剛剛提到在銷售對談裡面 談話跟比例落在43.57 有效可以去有效提升一個轉換率 再來就是沉默時間的話 比例過高或者是過低可能都會對於就是 我們的整體的服務品質造成一個影響 我們要怎麼樣去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平衡 而不是落在一個完全死氣沉沉的一個狀況 這部分在對於就是管理我們的客服團隊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那最後就是給各位就是看一下 我們所謂情感跟情緒他們所謂分析的角色 而分析的這個角度是不同的 一個情感是根據我說話或者是我的語調去提取 就是憤怒喜悅這樣子的一個情感 如果是以情緒的話 那就是用用字潛詞去知道說 我們這個詞彙的使用狀況 到底是一個負面或者是正向的一個傾向 那以一個簡單的例子跟各位做介紹 我們可以一樣就是一樣這句話 就是Yes, please do life for me 請幫我做這個 我們用聽起來可以讓大家看到知道說 什麼叫做不同的情緒會去影響一整個對話的 聆聽的一個感受 那我們先聽聽就是中性的部分 Yes, please do that for me 這就是代表這個講話的人 他其實相對來講是沒有什麼情緒的 那再來聽同樣一句話 我們第二個就是喜悅的一個感受 Yes, please do that for me 還有第三個我們憤怒的部分 Yes, please do that for me 那這個大家就可以聽得出來 同樣一句話裡面其實是可以用 其實是可以帶有不同的情緒的 那這部分如果是單純的 以錄音回放的狀況來說 其實管理者他很難去短時間內 去擷取這樣子的一個顧客 甚至是克服的情緒 那這就是我們Cmeet智能語益可以幫助 就是各位企業在管理團隊上 可以去做一個更深入的一個對話分析 好那這邊就帶各位就是再回看一下 我們就是整個Cmeet可以包含 就是做一些情緒情感 甚至是前期階層顧客情緒的一個 重點的一個分析跟比較 以及是我們超出平均異常值的時候 我們會去做一個重點標注 還有是可以去清楚的看到 每一個客戶人員 他們就是通話的一個狀況 好那以上是跟各位就是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跟各位介紹 我們CISO AI的CX雲端呼叫中心解決方案 跟我們所開發的智能語益 去做一個更深入的客服團隊 客服系統的一個智能分析 那就是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就保留到 給我們的現場提問跟交流 看是不是我們現場的朋友們 有一些什麼問題 就歡迎大家發問 謝謝